为工业师一心一意地 这里给储金 就是储金利益 比如储金一千元 就一年拿出来百分之二十的做生活费 生活费里头再提出来一部分 也是百分之二十 然后加到本金上 这样的话越年出越多 就本金越多了 这可以使他的生活解决了 这是一时解决生活问题 更大的目的呢 他说如果世界都这样 都用处理利益的办法 完了一心一味工 生活的问题解决了 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贫富差别不大了 这样的话社会就相安了 他把孔子的均无贫和无寡 把孔子的坑 把这个话都用上了 他说这叫调节天天的血 他天天天的气血都调节好了流通了 这样的话 人们也没有争斗了 生活也安定了 所以他提出了处境利益办法和重年结婚办法 没想到过去五十年之后 世界上真实行了这个劳动保险 这个劳动保险和处境利益基本上是相同的 在他那时候并没有劳动保险这个说 几十年之后 在世界上确实推行了保隆保险 所以他当时他说个这话 说说我提倡的处境结婚和处境利益 现在看来是无中情重 别让他耻笑我 他说百年之后 都知道我这是改造社会 改造世界的关键 两大关键 这是他所谓 你这个庄政老头很了不起啊 他在千方百计地 为这个社会的改建提出一些办法 他所谓的处境利益和现在的保险所不同的是什么呢 他这个处境利益 人死后 把这个本金的儿子不继承 要再给别人 给有功德的人 为工业事业做贡献的人 再重新处境利益 这样的话可以生生不息 所以他说天地间的气血流通了 世界就好了 虽然这个事情没有得到更大的普及和推行 但当时确实推行得很广 但是给人类留下这么一条路 这说明这个位庄政老头 他是为了改造社会啊 提出了好多伟大措施 这都是由于他把世界把社会 与利益放到第一位 真正是以自己为主 以自己为主 所以才有这么大成就 同时他又提出了一些学说 从事业来看 他办理学 其中处境利益 后来又办什么道德新春 他这个道德新春 是他死后 他的后学弟子朱云天办的 我当年参加过这个道德新春 我那时候才十八九岁 我确实看见这个道德新春是了不起的 那像四位陶渊一样 一切归功 大家共同生产 共同生活 天天是其乐融融啊 大家生活得非常 有真正的幸福 这说明什么 这个王峰一老先生 他确实为了人类 为了世界 做了许许多的贡献 这在历史上都创造了奇迹 过去办男学的 女学的很少 办学义务学校的 多半是一个大学问奖 或者是大慈善奖 能够一个农民 所有的人 什么资本没有 能够创这么大事业 在人类史上是绝无极有 是空前的 关键的就是他大策杂物了 有伟大志愿 真正以自己为主 所以才缺没了这么大的成果 在他临终的时候 那就是盗群得备啊 基本上没有什么病 头一天 他就说大伙都不抬床上去了 要死得厌弃了 待一会儿他说我今天不走 我明天才走 后来又把他抬到 从床上又抬到另一个居士去 第二天到晚上了 他说我今天走 大家都恭恭敬敬地送他来家 后来回朝阳入仗的时候 那都很了不起啊 在燕铁路 好多有车站有医学的地方 都到车站去迎送 那真是盗群得备有了真正的成果 为什么这样呢 他就是以自己为主 他和古代的圣人佛祖 都同样地为人类做了巨大的贡献 除了一些事业而外 还提出了什么三界五行四大界这些学说 给人们采出了一条光明的路 这五大宗教的圣人佛祖 教主 都是给人类采出这么一条通向真理的路 不过路子不同 目的是一样 就是印度泰戈尔说的 真理唯一但其道路非也 所以各个宗教的教育都不同 但是目的都是走向真理 王峰一老先生又给人类采出了新的路子 这条路子呢 目的也是一样 要达到与真理合一 但是路子不同 路子根本不同地方 就是你在什么位上就行什么道 叫做荡体成真 不破本位荡体成真 不用准备出家 或者准备上庙 准备朝山 不必这样 你现在是什么位子 你就把你的英尽的道 英尽的德因 英尽的义务尽好 这相对就可以有伟大成就 但是关键 你得把私心抛掉 真正的行程 看假留 行程度 就 就会有真正的成果 这就是他的特色 也是他所谓的伟大的地方 他不反对出家 但是他不提倡出家 不提倡 他提倡就是你是什么本分 就把什么本分做真了 做好了 做圆满了 就可以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 他拿他自己来说 就是放牛出身 用功扛活的出身 他并没有什么毕业 创了什么更多的奇迹 就是从本分上形成了 所以最后就有这么大的成果 所以过往今来 最大的学问 就是人类能够研究自己 要求自己 这是最大的学问 提高自己精神境界 这也是最大的学问 最深谓的事业 那个成就也是伟大的 也了不起的 但更为重要的是自己 自身的成就 从心性 从各业修养 这个经济提高 这就是最大的成就 也是人类的归属 最后按照四大节 你可以来横着一下 你仅仅是以智为主 还是以义为主 还是以心为主 还是以身为主 你要以身为主 为了吃喝玩乐 享受 绝不会有大成就 自由把身的享受 看得淡了 看假了 这才能够有真正的大成就 特别是做人本身 作物说有内修法 这就是内修法 不是上身外去修 佛家两人的真乐 也不是上外求附会 有真乐 如家讲的 像一样回事的 一单世界表演 还不敢去乐 那个不是个身外求的 他并没有发财 燕辉为什么乐呢 他乐的是幸中之乐 也叫做幸天之乐 这是他是真正的成就 而不是看他的事业 事业当然很重要 但是事业最终成就的是人 事业可以失败 但是人没拥有 营格没拥有没有失败 有很多事业失败了 但是把营格成就了 那古文叫做杀身成因 舍身取 那就是从现场来看 已经很糟了 像文天祥 什么岳飞 那都挺惨的 死的时候 但是他的名流前谷 刘芳百世 就是他的营格成就了 就是更伟大 所以说看甲流 行真流 那才是自治界的追求的最终目的 我记得古言有那么一套课 可能是受钢铁的 前有一万年 后有一万事 中间一百年做的解合事 油矿银子兽 几年能百岁 如何不喜欢强制生憔悴 少行街是个古代的大哲学家 前有一万年了 在咱们没什么以前往前数 那有一万年 说了多少年了 后有一万事 在咱们死后 还有一万事 说不上多少年 前有一万年后 中间有一百年 咱们活这段就是一百年 况且有几个人能活百岁 是如何不喜 为什么不喜欢强制生憔悴 自己折磨自己呢 折磨得浑身是病 弄得苦苦长老 你这何苦来的呢 所以我们抓住一百年 或者不到一百年 几十年的时间 把自己能够精进提高了 这是真大的幸福 是真正的成就 我就说了这吧 我开始现在 讲了三十个小时 这是咱们大家互相的缘分 很感谢大家 来 九段地说得着 好 那么以致先生 十九号 上个月十九号到这来 所以二十一号 开始跟我们讲 到今天整整的是讲了15次 在这里呢 上一次我也讲了 这个因缘这个条件非常的来之不易 真是众缘合合 才能够持续那么长的时间 能够有这么一个地方 当然也非常感谢大家 抛开自己的一些事情 能够到这里来共同地学习 希望我们就通过这样一次学习 能够真正地大变活人 真正地能够改变自己 这一次能够非常圆满 除了老人家不吃劳苦 还有王老师 另外还有王老师后面的魏叔叔 也是充当后勤的资源 那么另外就是那天我还讲到了 这个音缘的成就 还要感谢唐院长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支持 那么今天他也是非常忙 第一节课他来听了 那么最后一次课呢 他也是排除了很多的事情 那么来参加这一次课 所以在这个讲座结束的时候 也请他来跟我们说几句 好 大家欢迎 我们这一次安排已至先生 来给我们做一次系列的讲座 我们下决心 由我们广西中学经典中医 临床研究所出面 广西中学给予支持 请来了我们一致先生 给我们做了这一些系列的讲座 说实在话 每一堂课 虽然我听了三次 到家里面去了一次 系统里就结束了四次 我就感觉到每一次课啊 一致先生都是娓娓道来 把很多大道理 都融会到很明白的 深又浅出的 和大家来讲 真是 一句话 一句诗啊 就是随风前入夜 润物细无声 那个心田呢 它是靠一次一次来润的 期间 也有一些同学 或者一些同志说 这么年系讲 一个是一只先生 年纪大了 他也累 我们听到那有点累 那我和刘博士 交换一下意见 这东西啊 靠熏陶 一个土地很干燥了 下一场大雨 这大雨 时间很短 它并不能持着 很大的湿润作用 它这雨水很快就流走了 但是绵绵细雨 下它十天半月 这样土地就全部能够湿润 这对专家有利 它是这个道理 其实十五次课 三十个小时 不多 也很难得 如果真正能滋润 滋润我们的心田 那真是 这功德实在太大了 以致先生 八十多岁的高龄啊 真是成愿而来的菩萨 和大家节奏善缘 我细细地听 最后的谈课 我再细一听 老人家 他以那种 很平常的心态 和大家讲 才能讲得那么清楚 那么又情又理 那么润物细无声 我只 在课堂上 我只听了三次 那这三次 信息量有多大 我听到了 从阴阳五行 从阴阳五行的框架 讲心灵哲学 还讲什么 还讲个这是 我刚看了 世界我也听了 心界 身界 意界 智界 还讲了 智量财食 这节课讲了 智高量大 智高意大 心平生矮 还讲了 智民立强 还讲了 王奉仪 先生的很多事迹 这节课还我们讲了 六个字里 这六个字 这叫智地有声的 就看假了 行真了 真是一意之处 无畅越成性 更重要的 整个 这三十个小时 这十五堂课 他讲了一个道理 这做人的道理 做人之本 何谓这做人之本 老人家和我们 与众心情 常常讲了 这做人之本 是孝也 忠也 替也 辞也 输也 把王奉仪 先生的 性命哲学里面的根本 和中国古代圣人的 孔夫子的话 五道以以贯之 约中数而已 都融会在一起讲了 这种滋润 是非常受用的 非常受用 我不知道 在座的每个同志 每个同学怎么样 我想的 人同此心 心同此情 情同此理 应该都一样 所以很有感触啊 所以我们在一方面 在感恩 感恩 以致先生 这么多天来 不吃辛苦的 以这样高龄 我们 以扑插心肠 我们讲那么多课 另外呢 就一个方面 刚才刘博士我们讲的 关键呢 我们怎么办 知行合一啊 就是行啊 往下观听啊 一个有这个一个因缘 我们叫行啊 天道常存的 那我们呢 叫自强不息啊 生人者力 自力者强 唯有自强不息 我们才会有功德 唯有这个行 我们才会有功德 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另外 我想 我还想说的就是 我们在座里有很多研究生 很多学生 很多学生 做中医教学啊 它是有 它讲究一个诗 诗传 真正的诗传 何为诗者 就传道 授业 解惑也 今天啊 这一次序列的讲座 我觉得 是在真正的意义上 至少在一个非常特殊 非常重要的角度 和用着很重要的方式 在传道 在授业 在解惑 中医学今后的教学 这个环节 这个方式 这种角度 我们这是做一种尝试 但是 我们已经看清楚了 已经深思熟虑了 这种方式 这种角度 我们绝不忽略 因为我在中医院 作为副院长 是管教学的 我觉得教学 至少在这方面 绝对不能忽略 非常重要 在此 这借做机会 我代表 学院领导 代表 我们广西中学的 老师 向以智先生 表示感谢 谢以智先生 谢谢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